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丝红 现在您人是在 人的台北 为什么这么问呢 因为其实您有非常长的时间是居住在柏林的对不对 对 没错 好 那您这次写的这本书叫《叛逆柏林》 跟我们印象中的柏林很不一样 柏林它是在德国 一般我们台湾人其实跟柏林尤其是从事机械 从事工业的朋友对德国不会太陌生 因为常常会有工作的关系要到德国去 可是一般大家对德国的印象就是一板一眼的 其实德国的确是蛮一板一眼的 但是一板一眼的外表下面 他们其实很有很多判例的行为 所以我都把它写在这本书里面 对 所以连您的这一个书的枫叶 那个腻也一定要写个跟人家不一样的 对 因为其实这个封面也有趣 这个封面的是一道门 那这个门呢 其实是一个 就在我柏林 我居住的地方大概走五分钟远的一栋房子 那这个房子有典故是因为 其实这是一栋 本来是废弃的房子 然后在两德统一之后呢 因为东西德统一之后 其实这社会很动荡 所以东德就很多空屋就 就闲置在那边 然后呢 就有一群年轻人去占领了这个房屋 然后因为就是有些年轻人 也是付不起房子 他们没地方住 他们就去城市里面寻找一些 闲置的空屋 他们就住进去 那到最后其实当然这是个违法的事情 但是政府在居中协调的时候 我觉得等于用很便宜的很廉价的房租 把这些承租给这些占领房屋的年轻人 然后呢 可是今年的政府却想要把它回收 因为房东因为这个有产权的问题嘛 房东想要把这种房子呢 把它改变成一个高级的公寓 因为整个城市开始发展起来了 结果就造成很大很大的抗争行动 然后很多左派人士都进到这个都市 来支援这些占领房屋的人士 他跟政府对抗 然后制造门呢 就是那一栋房子的大门口 所以说这个封面里面可以看到 比如说地上有点蜡烛 那个就是人家去指使他们 然后上面充满了涂鸦 那其实这个制造门 其实就很可以代表柏林的意象 因为到处都是涂鸦 到处都是 有点反叛精神的城市精神 嗯嗯嗯 好 所以呢 在封面当中 其实就透露了很多的这一个内容出来 然后在封底的过程当中 就是这本书的这个封底的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照片又完全不一样 可是它基本上就是您刚刚说的 就是涂鸦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对 没错 其实封底的照片 其实就是那条街 就是其实跟房子 就我们刚刚讲的封面 那个房子其实同一条街 然后那封底 所以说它就是一直有警车在那边 呃 等于是公权力跟民众 社民运动的一种对峙 嗯 那它看起来似乎是平静的 可是其实并没有那么平静 是 看起来是平静的 似乎是没有那么平静 因为就我们一个 以亚洲人以台湾人的眼光来看 这幅照片其实是很漂亮的 因为那色彩是非常饱和的 他们的警车也跟我们的警车 长得完全都不一样了 就是人如果正在柏林的任何一个街头啊 你随便一看 一定很容易看到涂鸦这件事情 那就是涂鸦这件事情 因为大部分的人啊 比如说我记得我的姐姐 我二姐去柏林找我的时候 他看到很多涂鸦 他就看着我 他就说 为什么大家没事干 然后要 到处都是涂鸦 然后为什么市政府不花钱 去把这些涂鸦都清干净 然后这件事情 其实当然讲起来是有点复杂 第一点 这个柏林市政府很穷 因为他们没有钱 因为去清理涂鸦 是要很大一笔钱嘛 是 然后这个城市 其实是一个破产的状态 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钱 然后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 这个城市对于涂鸦 这件事情的容忍度很高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一般讲到艺术文化 所以我们都会想到那些 比如说 博物馆里面那些高档的艺术 可是如果是以广义的方面来想 其实任何东西 都可以是被视为艺术 然后街头上那些 那些青少年或这些年轻人 他们在街头进行的一些涂鸦艺术 也可以是艺术 是 然后这些艺术 所谓的艺术 就是不论是这些涂鸦 他们怎么去定义 他们自己所做的一些行为 都已经成为 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 到处于人们 似乎也就接受这些 五颜六色 然后 奇形怪状的颜色 然后就变成 柏林城市的风景的一部分 是 好 刚刚在听着 斯宏您在描述 这一个我们的这本书的 封面还有封底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听到了一些的 就是蛮专业 或者是说有那样子的 一个报道文学的感觉 斯宏 我们来介绍一下 您的奇人奇事 好不好 好 您是我们 这个台湾焦话人 那您是辅大英文系毕业 台大戏剧研究所毕业 不过后来 您为什么会到柏林去呢 这件事情其实很复杂 就是我 我第一次去柏林的时候 是1999年 然后其实那个是 我在书的区里面 主要这件事情是 为什么我去柏林呢 其实就是有个很简单的典故 就是那个 那时候我在台大念书嘛 然后当时遇到一点 个人情感的波折 那我就很想要去远方 然后呢 当时的 我觉得柏林听起来听起来 就是远方 非常远的地方 然后呢 就因为我手上一张CD 然后那张CD 其实就是 来自柏林的一个乐团 就是两人乐团 那我就决定去了柏林 然后我去了之后 我就非常喜欢那个地方 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机会 就是 我就得到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其实就是 我们 在台湾很想知道 这个电视台 其实就是 我们台湾桥委会 委托 公司制作的一个电视台 它就是台湾航管电视 它专门是 等于是服务 海外桥报的一个 卫星电视台 那我就成为了 台湾航管电视的 就柏林的特派记者 然后我就有这个机会 于公于私 因为我又很喜欢柏林 我就跑到了柏林去 是 所以您看到的柏林 是一般人游客 看不到的柏林 对不对 没错 因为我已经居住了七年 然后我也有一些特别的 比如说因为我领了一张 柏林就是联邦记者 协会所颁 不是颁发 就是说发的一个记者证 那有这张记者证 其实就很方便 因为其实德国人 还蛮尊敬 尊敬记者这个身份 所以有记者这个身份 我就可以进去很多 一般人所进去的 不了的地方 比如说音乐厅的后台 或者是一些 一般人没有办法进去的 记者会 或者是 只要有些 比如说博物馆好了 博物馆的全 全德国的博物馆 只要是你出示 这张记者证 他完全就不用钱 对 然后有很多资料 他们会愿意提供给你 那我可以看到 很多一般人 看不到的东西 是 所以呢 您拥有记者 这样的一个身份 在柏林 看到很多一般人 看不到的地方 然后也把这些的 事情 或者是 事发的经过 了解的非常的透彻 因为这是一个记者 得要担负的一个责任 和报道文学的这个部分 然后你把这样子的一个 记者的这个 所采访到的内容 化成了文字 把它写成了这本书 来介绍一下 您的叛逆柏林 好不好 好 其实这本书 我一直很想为一个 我所居住七年的 这个都市写一本书 我想要 因为 其实我现在常在想说 因为我现在回来台北 然后 台北 台湾 不就是回彰化 回台北 我都觉得是回家 可是我同时回柏林 我也觉得是回家 所以你都用回这个字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 OK 比如说我想要为我的家 写一本书 然后我想要写 我喜欢的 我不喜欢的 我吃到 我闻到的 我所碰触的 我所 尤其是我对故事 我对人 这件事情也有兴趣 就是因为我在这七年来 认识了很多 有趣的德国人 或者是在当地的台湾人 他们都有很多 动人的故事 他们都有个人叛逆的故事 比如说我在里面 其实写了三个在 居住在柏林的台湾女人 然后这三个台湾女人 他们都有很特别的故事 都有自己的故事 然后都有他们 叛逆的故事 比如说其中一位是 在1960年代 就已经 那个很难履行的年代 他是 就是德国红石 自会把他找去 从台湾找去的 的台湾护士 然后另外一位 其实是1970年代 台湾电影工业 最重要的电影化妆师 他现在人员在柏林 然后另外一位 就是他是 父亲巨少的 的武生 一位女武生 曾经也是电影明星 然后他们三位 三位台湾女人 现在都隐居在柏林 很多人不知道 他们的故事 我就希望透过这本书 把这些动人 这些小故事 这些城市里面 角落里面的 一些小小的叙述 把它一通过文字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在一个 这么动荡 你曾经经历过世界大战 你曾经经历过 柏林围墙冷战 然后倒塌 然后这些故事里面 在这么一个 有趣 有这么多苦难历史的城市里面 去有这么多动人的故事 我希望说透过文字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阅读到 是 所以就是说 我们在读近代史的时候 我们应该先来读这本书 你会对很多现代史 就是近代史 这个世界是如何 从世界大战 然后各个国家之间 是如何的 那个关系的部分 其实从这本书当中 可以更去了解说 为什么整个世界历史 发展的一个过程 是这个样子 很有趣的 然后其实从 刚刚您提到的 就是您当中 这本书当中 其实也介绍了 柏林园的故事 这柏林园 您把台湾 来到柏林的 这一个包括有三个女人 好的故事 也都收录进来 其实也更让我们去 感受到这样的一个 世界地球村 对不对 然后在这本书当中 其实您是分成了 几个不同的篇幅 包括了 墙起墙导 然后到柏林制造 到柏林人的故事 柏林人 台湾人 也来到柏林 也是 就算在那个城市当中 就像你把柏林 也定义成你的家 回家的那种感觉 写下来 然后另外 还有一个叛逆 柏林 这几个篇幅的部分 是不是也来 跟听众朋友 介绍一下 好不好 OK好 没问题 其实分这个四个部分 因为当初 我有狠的文章 那我想说 就是必须要 把它做个分门别类 我到之后 就决定说 第一部分 就是强起强倒 第一部分 这个其实是 比较关于 比较沉重的一部分 就是关于柏林 这个一些伤痛的历史 比如说 这个地方 有集中林 有纳斯的历史 有一些柏林围墙的故事 然后呢 这个部分 就是关于 这个比较历史沉重 然后 但是我这些历史 沉重的题材里面 也是有一些 很动人的 人生小故事 就是一些 小人物的故事 对 比如说像 薰线上的骨牌 其实你是从一个 小女孩的故事 开始说起 对不对 对 其实薰线上骨牌的故事 其实很有趣 就是说 他讲的是 你在柏林围墙 在就是倒塌 今年20周年的时候 就是1989年 柏林围墙倒了 然后呢 过了20年 在2009年的时候呢 那个柏林 柏林政府就决定 我们来做一些 纪念活动 纪念这个人类史上 近代史上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们怎么来 进行这个创意呢 就是他们请 他们做了1000个骨牌 那骨牌 就是不是小小 是大型的骨牌 是仿造 就是当初 柏林围墙那个高度 非常高的高度 然后是空白的骨牌 然后他把这些 空白的骨牌 送到各大机关学校 尤其是小朋友 让小朋友去作画 然后其实 这些小朋友 他们其实出生在 1990年之后 他们其实根本 对柏林围墙这件事情 他们其实很多 甚至是2000年之后 才出生的 他们新世界的小朋友 现在柏林围墙 可能就是历史课本上 一个虚幻的名词 然后他们对这个 其实没有什么实体的概念 但是透过他们去作画 而且老师教他们 就是去画一些 关于自由 平等 关于分离 关于结合 关于离散 一些民主情感的故事 然后透过这个作画 因为我有个朋友 就是他有个小朋友 他们就是 他就参与了画 画这个柏林围墙 固牌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把它 写成这个故事 然后到之后呢 在庆祝20周年 倒塌那个晚上 一听着固牌 就放在市中心 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然后大家就把它推倒 再一次去推倒 这个柏林围墙 是 可是那个过程 其实一度 那个爸爸 就是你那个朋友 其实是相当反对 他的女儿去从事 这项的 就是去参与这个活动的 对不对 因为他当年就是 曾经就是那个 柏林围墙的受害者 就是他跟他的姐姐 就是为了那个柏林围墙 然后分隔两地的 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分隔 这件事情 是非常可怕的 就是说 他可能本来是一条街 然后呢 我走过去 我就可以拜访我的姐姐 然后姐姐走过来 我就可以拜访我 只是我们住在 东柏林 西柏林 但是突然在1961年的 因为其实民众都不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 有一天突然墙就盖起来了 曾盖起来之后 可能是我昨天才去 拜访我姐姐 今天我就过不去了 然后再下次见到 已经是1989年的事情 所以说 我这位朋友 他就觉得说 我们墙 好不容易把它推倒 你们还要把它盖起来 就是 我们就是 就是 我们在做这种事情 为什么我们历史 好不容易 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 为什么我会把它重复过来 但是他后来 他就 透过参与他女儿去做 在这个骨牌上 做画的过程 他就取得了一个谅解 因为他发现 其实去画画 在一个骨牌上 画画的一个过程 让他女儿去了解 他本身身为一个爸爸 以前所经过的 一个苦难的历史 然后女儿终于可以听懂 说爸爸 你一天到晚就跟我讲 那些 你以前柏林围墙 好烦哦 每次吃晚餐 每次我们走过什么 围墙的遗迹 你就会说 你看这个地方 以前是柏林围墙 什么 他从来都听不懂过 可是因为 透过这个 艺术行动 这个骨牌活动 他们两个 妇女就有比较深刻的连结 20年的柏林围墙 虽然就倒了 但是说 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把它重新 把它弄起来 成为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我们之间的组阁 而是说 我们透过这个骨牌的过程 连结两代 让新的世代 能够了解说 曾经有一个 柏林围墙 是 好 所以你知道吗 艾文在看我们 思红的这本书的时候 这个过程当中 尤其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觉得说 其实很可以 给我们现在 台湾其实这几年 我们的这一个 艺术创作的部分 也不断在 寻找很多新的点子 然后在举行 很多活动的时候 其实 我想这个故事 就是虚线上的骨牌 可以给很多的朋友 一些的点子 对不对 思红 对啊 我也这样觉得 因为其实 当时我是看那个骨牌的时候 因为我们 我们今年也在庆祝 我们建国百年 这件事情 对 然后其实 我当然不是说 德国人比较厉害 会怎么样 只是 但是德国人 他们去 去纪念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 比较冷静 他们不见得要用 以大规模的方式 来进行 来庆典 四海一家的那种庆贺 他们其实做的方式 我不是说为了省钱 而是说他们 变得任性的时候 他们态度的确是 比较符合我们对于德国人的想象 他们比较美恋 比较冷静 然后他们比较 那个省肃的方式 然后但是骨牌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就是最有趣 就是你可以看到德国人的创意 因为其实骨牌 你想看 其实骨牌 就是一个最寻常的一件事情 可是他把它 透过让大家去推导这件事情 去实地参与这些 而且他有艺术创作 所以说民间 而且他不只还在德国 让德国小孩画 他把这些画 送到南非 送到韩国 那为什么 对 去画画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其实像南非曾经有种族隔离 然后所以说 其实种族隔离 其实就一道 无形的魔灵围墙 然后呢 南北韩到现在有一道 很实体的墙 就是北维 北维几度 我忘记 就是南北韩奔革的那道墙 然后是 他就把这些东西 送到那边去 然后那边 那个地方的小孩 是画他们心中的墙 然后送回柏林 让大家推导 然后呢 而且这些墙 后来并没有作为 这些墙 其实到现在在巡演当中 巡演 就是他们有 把他送回去 他们原来画画的地方 让他们当地的地方 做一些永久的展览 就是说 它其实是一个永续的 一个传承的一个概念 是 而且这个活动是延续下来 然后您刚刚说 这个其实从这个活动当中 您可以看得到 德国人他们的一个 内念的一个情形 他们的情绪是非常的 这一个 怎么讲 这隐藏在心里头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 文化创意的过程当中 其实 它那个是可长可久 而且其实 在小孩子身上 你会看到那个 整个 那个创意发酵的一个情形 然后对他文化历史的 一个影响程度的 对不对 甚至其实 但是他在世界新闻上面的 版面 其实也占得蛮大 我记得当年还有一直到后续 他其实还规划了很多系列的一个活动 对不对 对 没错 就是他们庆祝这件事情 不是说一个晚上 我们做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是 所以就在这本书当中 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 可以让你去深度了解柏林 你所 这个原本从 印象当中 从教科书当中 从历史课本当中 你所 读到的这个柏林 很不一样的 是深度报道的 这个部分 是深度去了解当地 就是一定是住在当地的人 然后对我们的这一个 对柏林有 就是对柏林的文化历史 有了解 然后去做这样的实地一个采访 然后又对我们的国语 对我们的这一个国字的部分 书写是非常流畅的朋友 才能够把柏林的故事 介绍给我们台湾的朋友 真是很厉害 那另外您刚提到 就是强起强倒这个篇幅 然后还有柏林制造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来帮我们推荐一下 对好没问题 像我这几天回来台湾 我就发现说 大家对于 德国工业制造设计 都很有兴趣 而且我们大家都觉得说 我只要买到一个 made in Germany的东西 就非常非常的坚固 品举保证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这个部分 讲的柏林制造 倒不是工业这一部分的设计 当然可能有涉及到一些 但是我想要写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 的确也是made in Berlin 可是它是一个比较 就是柏林当地的一些在地风情 或者是不论是它的 比如说我写的一些电影 一些剧场 然后呢 还有他们这个 我这个部分 我写的一个博物馆产业 就是说 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 能够代表柏林的 博物馆产业是什么有趣的东西 就是说 在一个晚上里面 从下午 傍晚五六点开始 所有的博物馆都一起联合起来 我们开到半夜 然后呢 你只要买一张链票 你就可以去拜访 所有的博物馆 一直到深夜一两点 对 然后呢 这些东西对我来讲 其实都是 不论是实体 或者是 或者是一个艺术的 一个 一个比较抽散的概念 他们都是 Made in Berlin 然后是一个 充满柏林 反叛精神的一些 一些活动 然后当然我有写到一些 因为其实柏林这几年 有很重要的 很多艺术 艺术家跟很多设计师 在跑到柏林 然后我也写了一些 就是 在柏林这个地方 很多艺术家聚集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用他们的 创意 去让那个都市 充满了各种新的可能 其实如果说 就是听众朋友 有到欧洲这个城市的话 其实很多欧洲都市 他们有很深厚的人文的背景 然后呢 但是柏林这个地方 比较有趣是 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被炸毁 这个城市等于是被移为平地 然后他战斗又被分为东西柏林 然后到最后又有柏林围墙 柏林围墙又倒了又有冷架 就是有一大堆乱七八糟 你说他这个城市 一直处在一个 必须重生的状态 然后呢 我希望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可以写到说 柏林怎么 透过权益 透过他们的电影 柏林影展 透过他们的艺术展览 来进行一种人文上的重生 是 这是柏林制造 然后再来柏林人的故事 当中除了提到 三个来自台湾的女人的故事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是在地 柏林人的一个故事 对不对 对 其实我在这边 这一片里面 我之前有陆续受到一些读者的反应 他们说 他们看这个部分的时候 是最有感觉 就是说 因为我这地方 的确实就是写 像我之前讲的那些 小人物的故事 然后这些小人物的故事 都是真的 我身边所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当然有些 就是名字 我是用有一些 英文制度的代码来处理 然后这些故事 有可能是关于 比如说柏林围墙 柏林围墙的一些 的故事 比如说关于分离的故事 或者是 其中有一天叫雪人 雪人其实就是 我刚到柏林的时候 因为不会讲德文 还去学德文 然后我的 我的一个德文老师 他是一个单亲爸爸 然后呢 我去帮他们两个小孩 他的两个小孩 去当 baby sitter 就是当保姆 就是我竟然 用这个 这个笨蛋 竟然跑去照顾他的两个女儿 然后我们去 透过雪人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雪 我们在台湾可能很难想象 就是我们要看雪 我们要跑到河湾山去 对 到山小雪 没错 可是在柏林就是 只要是冬天 门打开就有了 对 不过目前我今年还没下去 今年还没下 对 不过像两年前就是 那个时候雪量 非常的丰厚 所以说就是大家都可以做雪人 然后我就 透过这个事情 因为我一个记得就是 我当初的这个德文老师 她两个女儿 我们在做雪人 然后他们两个 透过雪人这件事情 就想到她的妈妈 因为他们跟我 两个小朋友竟然 我就讲雪人这件事情 他们就说 只要天气一暖的时候 雪人就会死掉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雪人会死掉呢 我不懂 他们就跟我说 天气一温暖 她的胡萝卜做的鼻子 都会掉下来 钮扣做的眼睛 就会掉下来 然后她身上所有 我们帮她装上去的 蔬菜水果器官 她都会掉下来 最终最后她就融化了 雪人就死掉了 然后呢 他们就突然讲说 其实他们妈妈 也是过世的状态 那当然我们有追问 因为我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她说什么 可是我就发现说 其实这两个 就在柏林的小朋友 他们其实是对死亡 是有个体验 只是他们还不知道 只是透过雪人这件事情 我才发现说 其实这个地方 有很多故事 我希望说这些故事 很深刻冲击我的故事 能够透过文字 让大家知道 就说这个柏林的故事 这个地方 都是一些小小的故事 他们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 但是他们的 最有最真挚的情感 最真挚的情感 是最真实的柏林的故事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最后一集 就是我们的叛逆柏林 对 然后叛逆 其实是整本书的关键字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想要书写一些 就是柏林如何叛逆 那比如说 就讲最后一篇好了 就是整本书的最后一篇 叫狂乘 就是疯狂的城市的意思 然后就是这个 我们就可以颠覆一下 我们对德国人的想象 因为我们都觉得 德国人就是一百亿言 不不言笑啊 然后对什么事情都很严谨 这的确也是真的 就是比起其他民族 他们的民族性 的确是比较内敛跟严谨的 但是说 因为我居住在那边七年了 所以说我就体验到一些 他们一些非常疯狂的一些 城市的风景 比如说 其实在每年跨年 你知道我们我们不是都很喜欢跨年吗 倒数五四三二一 然后大家怎么样 其实在柏林跨年 因为其实德国法律日战规定 你其实你不能乱放鞭炮跟烟火 只有什么时候呢 就是每一年的跨年夜那一天 你是可以任意燃放鞭炮的 那你就大家忍了一年你知道吗 就终于就是你知道 在圣诞节左右 大家就每一家上家 连超市都开始疯狂的贩卖和炮酒 大家全部都集中在那一天 然后要把那一整年的期望 在那天点燃对不对 对 然后其实这很可怕 你知道吗 因为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根本就是 柏林根本就是台湾的盐水风草 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非常的疯狂 而且你知道小朋友失控的时候 他会把炮往你身上丢 天啊 对 然后我是最怕这种事情 而且我还看过一件事情 就是有小孩子 他们从阳台上往炮往下丢 所以我就丢到 你知道我们冬天都会穿大外套 那外套有些会有一个帽子嘛 对不对 他就突然就丢到 他那个连在他脖子上的帽子里面 天啊 然后就在帽子里面就 发生惨爱吗这样子 对 那当然是没有发生 那个是没有什么事 可是就是尖叫非常夸张 那我就玩了 那个发生在我身上 我一定会崩溃 我一定会爬上 我不认怎么样 然后爬上就跟他算账 所以就是那个城市非常的疯狂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是今年的体验到 就是夏天的时候 就是在五家七条 就是五分钟就到了一座桥 很有名的一座桥 那这桥上呢 其实就是两个行政区的边界 比如说我就乱讲 比如说什么行政 中正区与大通区的边界的一座桥 然后我们就来决定说 好我们就拿烂水果 烂蔬菜 还有水箱 我们就来决斗 你来自大通区 我来自中正区 我们来决斗 看谁是死者 那样 然后就很疯狂 然后其实那没什么生存的意义 就是然后大家就在桥上 就开始两方就开始用水果丢彼此 然后互打 然后打当然也是真打 他们是那种很好笑的东西 打打就不会痛 就是胡闹 然后这一次是来几千个人 然后大家就在桥上 疯狂的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刚好那个地方又是在一个有名的住民的柏林围墙的景点的旁边 所以说其实有很多观光客的经过 然后呢 因为我加入去打了嘛 然后我到时候打完 我全身都是什么番茄酱啊 巧克力酱啊 什么这样乱七八糟 然后我还要拍 因为我还拍了一段录影带放在YouTube上面去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遇到一对就是美国观客 他们就不知道在干嘛 其实我也回答不出来 这个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也回答不出来 其实就是有点很疯狂的在 因为你想想我们在都市里面 所以很拘谨 对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 我们坐在客厂里面 我们坐在捷律里面 我们都是一个比较拘谨的状态 然后其实在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下 其实每个城市里面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点的放置 是 所以就像你这本书当中 那个外面有一条的这个带子上面写着说 我感到自由真正的自由 我看着这座叛逆的狂乘 我的身体仿佛被吹气快速的膨胀 轻飘飘的随时可以被风带走 一路吼着 柏林我来了 在您的这个柏林的这一个所见所闻 还有哪些的内容 其实思宏在明年 这一个跨完年之后 1月6号 您紧接着就要跟很多的读者 现场来面对面对不对 希望希望 希望很多读者要来 因为目前我找到的都是朋友啊 家人啊什么一大堆 所以说当然现在有读者啦 就1月6号在台北的新一成片 我会跟虚人哄哄 我们做一个关于柏林的对谈 是 然后还有你的签书会 当然还会有很多您关于柏林 这一个所见所闻 像刚刚我们其实听了几段 都非常非常的 其实我们的时间已经over了 不好意思 但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不应该去打断您的这一个谈话 因为那故事是多么的吸引人 而且在宜兰 我们很难得很难得有机会 可以听到可以看到 可以了解到真正的柏林那种 叛逆的柏林 我们所认识柯版 然后那种一板一眼 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德国人的这个性格 真的很棒哦 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 我们有这个机会 爱文读书会 我们就请这一个思红 我们的陈思红先生呢 跟大家来介绍 您在最近在践行文化所出版这本书 叛逆柏林 因为柏林要事先报名吗 不用 不用 来就好了 而且现场我会准备一些 我从柏林带回来的小奖品 来做有奖争达 事后 所以呢 有这个收集 或者是想要来先了解一下柏林 感受一下柏林气氛的朋友 可以到这一场的活动 1月6号是礼拜五 晚上七点半钟 就在成品心艺艺店的三楼广场这里 我们的思红会跟哄红就是诗人 名诗人 这个哄红一起来进行这样的 潘逆柏林新书对谈与签书会 今天也非常谢谢思红 跟大家来做分享了 谢谢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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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筒